原标题 他打出梁山好汉最高光的一架 死的却让人无法理解 张青一直是水浒中颇受追捧的人物 从上梁山前跟好汉们的对垒 就已经让大家惊叹不已 甚至让宋江割袍立誓 定要活捉他 宋江与卢俊义分兵攻打东平府 东昌府约定先攻下城池者 为梁山博主 卢俊义攻打东昌府 无奈因为张青的飞时 绝技让其连输两阵 不得不向宋江求救 等黑三郎过来时 张青的飞时绝技在水浒中开始走向巅峰 连打金枪手徐宁 锦毛虎燕顺 百圣江韩涛 天幕将捧起 丑郡马轩赞 双边忽颜拙 赤发鬼刘唐 青面兽阳志 美然公诸铜 叉赤虎雷横 大刀官圣 双枪将董平 其先锋所超等梁山十五元战将 并将刘唐抓回城主 最为有趣的是丑骏马轩赞 刚刚阵前夸下海口 你进的我吗 话音刚落 就被张青衣食子打在嘴边 翻身落马 可谓报应不爽 最后 被无用忧逼逼入水 钟 为梁山水军头领阮氏兄弟捉住 归降梁山 张青的飞时百发百中 但从水中被俘可以看出 这个大计 能还是有知名的缺陷 水中被俘的一幕 宛如纳的刘梦荣 对于飞时这项绝技来讲 我们至少可以判断 近身作战时 战斗指数击尽于零 那么照这个推理 在不战队垒拼杀时 飞时照样无效 这就为张青退后埋下的一个死亡 三拜高求时 张青先后以飞时打伤 京北红农节度使王文德 颖州武南节度使眉战 八十万进军都叫头秋月 正好辽国时 张青以飞时打死翻将阿丽齐 耶律国宝 鸡商洞仙侍郎 立下征饶第一宫 正好填古时 张青打伤胡关 首将竹敬 山士齐 斩杀昭德首将孙齐 后与郡主穷英结婚 征讨王庆时 张青与穷英夫妇合力斩杀满洲副将政杰 征讨方落时 张青与首将潘迅交战 用石子将击打于马下 李中捡个漏杀上 将攀运杀死了 战绩的辉煌 也就 到这里 独松关之战中 不知道董平和张青哥俩为什么脑子发热 私下选择步兵攻关 对战赫赫有名的羽利天润 张涛 董平意外受伤 双枪只能下二分之一 勉强能凑合一下 相比之下的张兴 运气再到家了 张青枪刺利天润 不慎刺入松树中 被利天润趁机刺死 董平去就是 被张涛从背后拦腰砍死 最终 张青成为梁山第三位战死的政将 张青最终还是死在一级二字上 张青死了 明镇大江南北的梅宇监死了 他死在自己的弱象上 正所谓人过流明 燕过流生 将军虎风 千载之下独来 勿自满心钦佩 张青荣马一声 轰轰烈烈 无情未必真豪杰 张青跟穷英的那一段爱情故事 大约可以算是水浒中最完美无缺的婚姻了 他们在演舞厅上对峙而出的鹅卵时 刹那间四处建设的火花 像璀璨的烟火 映热了张青英俊的面庞 打动了穷英少女的芳心 穷 英文之丈夫死讯 悲痛欲绝 他亲自到读松关 扶救到张青的故乡张德府安葬 以后的日子里 穷英艰辛的把他和张青的儿子张杰拉扯长大 张杰长大后 传承复风 京中报国 大败金武术 杀得金兵望风而逃 被封关绝后 亏家养母 以终添念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